大家好,我邓慧文,阿辉,为你做会,心思有人知道 听据说每天的生活就像住在咖啡馆,这个你能不羡慕吗? 这个阿辉是羡慕到,赶快就立即请来了 我们请到娜塔来跟我们聊聊她新书,不长思的分享给大家 这本书叫做《住在咖啡馆》 哇,住在咖啡馆,这个不是淘家,是献给家人最美好的自然餐食 她到底是如何规划的呢?来跟我们分享,欢迎娜塔 大家好,慧文医师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娜塔,你开咖啡馆,提到这件事,想开咖啡馆 这是很多人的梦想,这个梦想据说你也有 而且是二十几岁就有这样子的梦想 对,我自己因为我学生时代很常做各式各样的打工 但我咖啡馆这个工作是其中第一次在餐厅餐饮业这样的工作当中去做的 所以后来我自己因为这个工作以后就一直有这个梦 那后来呢? 后来我就是自己实际上去咖啡馆打工以后才发现有点 好像跟自己的梦想有点破灭的感觉 没有像原本想的那么梦幻 那听说你跟另一半,你跟另一半的相似也是跟这个咖啡屋梦想有关 对,因为我认识那时候是他也想要开一项那种货柜屋的小咖啡屋嘛 所以因为我都彼此有这个兴趣的关系,聊着聊着就变热弱 那你们是为什么这么喜欢咖啡或是咖啡厅呢? 我觉得那是一个兴趣 就是天生可能对这个部分本来就是很喜欢的 我觉得年轻的时候也很喜欢就是到咖啡馆去聊天啊 或是喝点东西这样 是 对,蛮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开始的 那有说因为咖啡店的什么特殊的氛围啊 或者说像你说让自己可以感觉住在咖啡馆 对你来讲要定义成一个咖啡馆 到底你对咖啡馆的想象跟条件是什么? 对,我以前十几年前有搬第一个家的时候 那时候虽然说可能预算是比较有限 我原本的第一个家也是这样子 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设计 因为我自己的兴趣喜欢这个嘛 那上一个家也是这样子用小范围的 有一些咖啡氛围的器具啊 或者是杯盘去布置 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十年后 因为小孩子的住的空间不够了 那我换家了以后想说 那可以有比较大一点的空间 可以好好的再重新的安排 那还是以这个兴趣去做设计 所以你现在不会想要开咖啡厅 转而觉得说开咖啡厅是个工作还不够好 我要整天要住在咖啡馆 而且跟家人一起 这个书中的这个概念真的非常吸引人 那可以跟大家谈谈 如果大家被你这个想法打动了 可以怎么做 你自己的经验是如何 就是很复杂 规划空间动线啊 还有会不会要花很多钱啊 那书里面的一些分享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节目里面 让大家先有一些概念呢 好 我自己的规划 在一开始的时候是 没有大家想象的压力那么大 因为我觉得咖啡馆的概念 其实很有趣 它就是主要都是公共空间嘛 像是餐厅厨房 好 这一些公共的区域 所以像咖啡馆的感觉 其实是不包含我们的 那个叫什么 房间啊 卧房啊 或是其他空间的 所以预算上也会比较好去支配 就是可以比重上比较偏向 你比较喜欢的这些区域 就压力不会那么的大这样子 对 那我自己 我的规划方式是 像这样子公共的空间 它 像现在的住家 虽然我们说换了一个空间 是比较大的 但是公共的空间其实还是有限 所以我原本的这个空间里面 它有一个卧房 我们是把它打掉 嗯 就让餐厅可以扩大 厨房也可以扩大 那我自己觉得说这样子的方式啊 其实大家在调配上就会比较好去规划啦 就是厨房跟餐厅 其实很多人 我想听众朋友很多人家里面 都是从年轻的时候 或者说长辈这边沉寂下来 它其实传统的就是厨房 就是吧台并不是我们传统生活元素 可是当然这一阵子对年轻人来讲 变得是很流行 很多人都要中岛啊 要吧台 那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你的这个想法 就是感觉像住在咖啡馆 它要有一些什么元素呢 我的元素有三个 比较主要的空间规划 像是餐厅 我的木桌 我就坚持它是要原木的 因为原木的话 在像我们工作常常需要拍摄嘛 那原木的餐桌 跟我们一般传统贴 那叫什么贴皮的 它看起来在感觉上 就会完全的不同 会更加有我们讲的咖啡馆的元素的 那种基本的感觉 再来就是餐厅的旁边 我很坚持嘛 要规划一个很大的 木柜 展示柜的一个墙面 那它看起来的话 就是跟一般餐厅不同 因为一般餐厅 我们旁边可能都是餐柜啊 或者是说 有一些置物柜等等的 那我那个它是顶天的一个书柜 结合展示柜 那我觉得这样子在看过去的感觉 也会觉得说 哇 不太像是一般家庭的那种氛围 它比较像是一个在结合的 像有点像是成品啊 或是那种小的图书室 然后有咖啡的一些器具 可以随时取用 是 然后第三个重点 就是我觉得厨房旁边 我们是连着吧台 那开放式的厨房 对一般家来讲 我觉得说那个 好像也不是说 你喜欢咖啡馆的感觉 就才会有中导 一般好像现在家庭 大部分都蛮喜欢的 那我们是 也是喜欢这种感觉 但是旁边会延伸出 一个很小的吧台 这个好像是一般家庭 比较不会规划的 那我们规划这个吧台 大概就是你在上面 要冲足咖啡啊 或者是你要放一些 就是平常不会摆在 一般我们的中导上面的 一些器具 都可以摆在这个小吧台上面 对 大概是这几个规划 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那在选用这些东西 刚才有谈到 例如说餐桌的材质 那像这个吧台 其实吧台很多中 其实很多人那个吧台 弄到后来就是 没有再用 就是或是在堆杂物 对 你对吧台 是不是也很有心得 例如说 从台面的材质高度 其实在装潢的时候 我自己的经验 设计师最常打枪 我们对吧台的幻想 这次的设计师跟我说 他最常打枪客人的地方 就是很多人都想要说 到底像你的吧台 是坐得高高的那一种 还是说是跟琉璃台 就一样桌面的高度 或什么 那这个我真的试过 不同的吧台 然后有些人就会说 我就是要坐得高高的 然后配个高脚椅 然后就觉得 我们怎样很帅 然后上面还有那个什么 倒掉玻璃杯的那个隔架 有没有 从天花板 然后打个灯 我先说我的经验 我甚至从第一次弄那个之后 我就觉得 我如果能够换屋的话 我绝对不要倒挂玻璃杯 谁要去拿下来洗 你知道玻璃杯倒挂在那里 那时候又还没有洗碗机 所以像这些细节 你可不可以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的细节经验 包括说 怎么样拍照好看 像你的工作 大家都喜欢看你分享 你是怎么去决定 像现在的细节 或者说你认为 大家应该怎么样 根据自己的喜好跟需求 在这些细节上去决定呢 我觉得你讲到那个 我也很有经验 因为我上一个家的时候 我也是有一个 它是靠窗 然后整排 小小的一个吧台 那个时候也是 上一个家跟这个家 都是被设计师打枪 怎么说 他是为什么打枪你 因为上一个家 他也会觉得 为什么你要多出那一块 有点浪费空间 然后我们就是 第一个家的时候 你都会想很多 很不切实际的 觉得说好像我们平常 回来的时候 有时候我觉得 坐在那边喝咖啡 感觉很棒啊 对对对对 对但后来 他真的就变成了一个 常常置物的一个空间 就是你回家的时候 会有一些钥匙啊 那些包包 就会直接放在上面 对 那你现在的差别 是在哪 为什么现在 可以是一个成功的 在使用 有咖啡罐感觉 到底 到底现在 你决定 有经验之后 现在元素是什么 对因为 我上一个家的时候 我是在客厅 我要进 一进门的地方设计的 所以它很容易 就会变成你 自然会丢东西的 一个地方 哦 懂懂懂 对 顺手就放了一个区域 但我现在这边 是因为我有过那个经验 我觉得不是很好 我觉得它后来 没有再使用 所以现在是利用了梁柱 等于我们没有 是另外去隔一个空间 特别设计吧台了 我是在那个梁柱 它的那个突出来的地方 顺着它 做一个小小的桌子 哦 这样很巧妙耶 哦 对对对 就是让它那个地方 不要是 好像看起来是占空间 好像没有 没有任何意义的 反正它本来就是 有一个柱子在那里嘛 那我们就是在柱子贴 贴着它的部分 做了一个小小的圆座而已 那它也不会 它也不会去挡到任何空间 因为它本来那个地方 它就是突出来的 是 是 对 原来是 对对对 然后再来它也不会是 像以前的吧台 是那种很高的 它只是比我 其他的平台高一点点而已 我觉得经过你这样子的 的分享 我觉得是真的 因为我觉得那个很高的东西 会减少你去使用它的几率 因为我们就不会想要爬到高椅子上 看个杂志啊 或什么就觉得很难做 各位真的 我觉得真的有过一个经验 就知道其实真的 不太会真的这么做 好 所以这个就是一些细节 像细节 那像你现在对你家是咖啡馆的 这个梦想的感觉 是不是觉得非常的满意 你有觉得这中间有经历过什么困难吗 或者你有克服什么问题吗 有 我从这一个家开始规划到现在 大概中间前面有两年的时间 就是它装潢 这个家一旦交入了以后 后来装潢总共花了两年 比起一般的时间好像久很多 有 有比较久 对 因为它中间经历疫情 对 所以那时候空班啊 就常常会叫不到 或者是延后 然后原物料管缺的关系 还有我记得好像涨价的关系吧 所以那时候设计师常常会叫我们要重挑 我记得好像 重挑就重挑两次 对 这次算是有一点点小挫折啦 但是也不太算是很大的困难 其他因为你听起来是很有经验喔 那其实听众朋友 我想应该会很好奇 在书中也有提到喔 大家不一定要花大钱 好像要把你家整个翻掉 才有办法弄出这个感觉 其实我觉得如果没有抓到元素 像书里面写的 我的感觉是 如果你抓不到这种元素 你就算花大钱整个翻掉 你也不会有咖啡馆的feel啦喔 我要请教一下娜塔 这个你这个小区域百事 器具啊这这一些 这个当然是个人的 应该说美感直觉 可是有没有能够有几项 可以给教一下大家 我教一下什么撇步 你看你有那么大的顶天立地的那种书柜 兼展示柜喔 那个东西我真的啊 我要跟大家说 你不是文青 没有受过训练 你不要以为你有那样的柜子你就会很漂亮 你也可以把它弄得很丑 不一定会像人家那样的很漂亮 所以这个布置到底是 怎么样弄出那种feel啦 稍微撇步跟大家讲一下好不好 对我觉得伊斯尼也是讲到重点 因为像那时候我跟设计师讲啊 我说我想要展示柜的时候 他就说那你要不要就是要把门片遮起来这样子 对对对对 对很多人都很怕就是招耳灰尘这样 那我就说不要啊 因为我就是想要咖啡馆的感觉 如果说你都是门片挡住 他就看不到那些东西了 我就觉得说看不到那种感觉不是我要的 那后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还蛮好的元素 就是跟大家讲说你的柜子它可以是镂空的 那你也不要去怕是有灰尘这件事情 因为你如果是你喜欢的东西 你会常常用到 不是你不是只是展示而已 会比如说像我们比较常拍摄 很常会运用到一些很漂亮的杂志啊 或者是一些小器物 那你会常常去拿到的时候就可以顺手清 稍微把灰尘就是清一下 对 这样就不会觉得他只是好像是一个摆在旁边 但是完全不会用到他 然后又很怕他脏的一个区域这样 是是 对对 那像因为我觉得一般家庭可能不太一定会想要这么做的原因 是因为平常也不太会去整理 那像我们的工作是比较常在拍摄嘛 就会觉得说这样是刚刚好 可是我觉得你这样讲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虽然我们不用来拍摄 可是我觉得你刚刚说的 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如果说你有一个这样展示柜是开放的 然后有一些部分的东西一直蒙尘 其实我觉得那代表那东西对你是多余的 你并不是真的 它不是你喜爱的东西在生活当中活着跟你在一起 那你就可以把那东西清掉 然后如果你都放一些常常在使用的喜爱物品 真的是不可能蒙尘 我觉得这个点其实是可以带给大家很好的启示 不要害怕展示 不要害怕展示 那是测试什么东西对你真正有情感最好的方式 好的我们继续来请教 这个书中除了分享居家装潢改造 那这个咖啡馆 这个纳塔的特别地方 它不是像我们只有fancy说一个咖啡馆只有视觉 人家还有非常这个专业的知识 就是要减糖 减糖咖啡馆 将减糖融入日常生活中 哇这个好吸引人哦 如何帮家人及自己准备充满营养又有减糖成效的料理呢 纳塔这个我们一般人也可以做得到吗 没问题的 因为其实大家对减糖只是 它只是一个好像听起来很专业的名词嘛 但其实它只是减少生活当中吃摄取过多的糖分而已 那我觉得跟一般我们印象中的饮食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 只是我们在比例上面调配一下 不要淀粉的食物啊 或者是添加食物吃太多就好了 那如果具体一点举一些例子的话 例如说你提到像圆形食物啊 这个你推荐的简单料理啊 可不可以说一两道你最喜爱的 让大家体会一下你做法有什么不同 像我自己很喜欢就是有一道以前常跟大家分享一些社团很多人是做的豆腐汉堡牌 那还有最近在跟大家分享的比较常提到一道菜就是减糖的韩式炸鸡 减糖的韩式炸鸡耶 对对对 用洋车前脂粉或者是黄豆粉这些 它比较低糖的高鲜的这种纤维粉去取代了面粉 那 对那它吃起来的口感就是你喷少少许的油烤过或者是气炸 它其实吃起来跟一般油炸过的并不会差别太多 诶真的 这个其实大家可以在书中也找到一些建议的做法啦 建议的做法 所以你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是你自己会去实验开发是不是 对 我自己平常因为我常常要 我这几年都是有写到食谱嘛 那平常加上自己做菜给孩子 亲手做菜给孩子吃这个部分 我就常常在研究 那减糖的这种饮食啊 很多人就是初学的时候会觉得说 它是不是要很多复杂的食材 或是要买很多材料 其实是不用的 像书中里面我都有提到 像这种豆腐汉堡排啊 或者是 像这个韩式炸鸡它其实都是非常容易取得的食材 你制作了这样的主餐了以后再搭配一些简单 就是马上可以烤好的猪菜 汤品都是简易式的 就可以快速的上桌了 那减糖哦 如果以刚才讲过您常推荐的这些食谱啊 像豆腐汉堡排跟传统做汉堡排 我们有达到减掉哪些东西的效用 豆腐汉堡排跟一般的牛肉或纯肉的汉堡排相比啊 它就是利用豆腐这种高蛋白质 然后植物性的食材去取代掉了过多的肉类这种饱和脂肪嘛 那我觉得比较推荐大家吃也是这个原因 它可以降卡路里降掉 你摄取过多的油脂 那再来就是准备上也其实蛮容易的 又可以比较降低一些预算 因为减糖通常我们吃到的原型食材比较多 淀粉质比较少 很多人就会认为说 哇这样子我的食材的预算就提高了 那我觉得这个方式其实蛮好的 就是你在肉类的部分不用用那么多 所以一般是豆腐一般是肉 这样去混合 除了预算不会太高以外 你在吃的时候也可以降低 不要去吃到太多的那种脂肪的部分 是是 因为其实这就要说到大家对于减糖的 有时候你没有好好的看过 对减糖的概念其实是很模糊的 我也来请教一下 说真的我们一般人刚听到减糖 是门外汉就是会想说不要吃白饭 不要吃面粉类 不要吃白饭 可是或者我跟你讲我还听过更初级的 以为那个糖是指糖果的糖 所以他以为他都不要加糖就可以了 但其实减糖的意思完全不是这样 我们今天就上个初级课好了 那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所谓的减糖好不好 它对身体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生理上 它到底定义上这个减糖 我应该怎么讲 糖是指食物的分类里面那个糖类 对不对 那其实很多东西它都会转化成糖 不是大绝对不是想你喝咖啡 有没有加糖那个糖制 如果你已经初接到这样 一定要买这本书来看一下 或平常追一下 那这个减糖 我们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 上几分钟小小的减糖概念课好不好 对 那个减糖的这个糖制 大家有时候刚开始看到它是有脂肪的 会觉得说 啊那个字是什么 有点看不太懂 对那其实就是像医师您刚刚提到 就是它包含的是有米脂肪的这种精致糖 然后也有食物里面它本身的糖 比如说像有一些像米饭 我们在吃它的时候会觉得说 它好像没有甜味 可是它其实里面也是含有 它食物本身本质的糖分在里头的 对对对所以这怎么讲 就是不只是减掉那种精致糖以外 也要了解一下那个食物本身 它含糖量会不会很高 那我们就是同步的去做 尽量就是不要吃过量 让自己吃摄取量再刚好就好了 是是所以其实我们说什么糖类蛋白质油脂嘛 就是食物的分类 其实糖类像米饭 就淀粉类嘛 面包这些都会是糖类 还有没有什么一些大家比较容易疏忽的糖类 当然你刚刚说的精致糖 还有主要应该就是这种五穀淀粉类 对不对 对因为像以前我自己也会想说 那五穀淀粉类应该 这种糖分应该就是会比较好 确实是比较好 因为它里面营养素也是比较多 可能一样是糙米跟白米饭 一样的它的糖分是差不多的 可是据我后来有看到一些营养师分析是说 五穀杂粮啊或者是糙米 它本身的那个GI值会比较低一点 是GI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 这是升糖的指数 就是你吃 你吃了 什么样 你吃下去之后 你身体的这个糖分会不会快速的升高 对 就是它会比较减缓一些些 不会像白米饭白面包这么快这样子 就是好像是说身体里面你升糖太快速的话 就造成里面体内的这个糖 糖分的变动很大的话 对于像你的胰岛素分泌或身体整个的代谢 其实是比较不好的啦 简单讲就是要尽量保持它不要快速的升高 所以你有时候有些人很累的时候 喜欢吃甜食 其实冲的就是那个快速的那种心悦感 愉快感 其实其实不好的 因为你就是一下子糖分冲的很高 这个细节 大家可能要自己做一点功课 但重要的是现在很多的医学研究都告诉我们 要减糖对各种疾病的预防 其实我前一阵子 访到是连对失智症都很重要 不知道那台有没有要补充的就是为什么要减糖 我自己觉得还有一个跟现代人的那个精神也有 也有蛮大的影响 因为吃太多糖分啊 真的容易精神不假 也很容易昏昏欲睡是真的 我这次减糖了以后觉得很大差异 像我以前很容易容易觉得累 然后尤其生过小孩以后好像更明显 那减糖以后啊 我就没有那种下午的时候 我都会昏昏欲睡那样的情况 真的哦 可是我们下午昏昏欲睡都会觉得 是因为没有吃到下午的蛋糕 这好像是心情的因素 真的是这个 所以你真的减糖之后 反而下午不会特别的疲倦这样 真的不会 我以前刚开始吃的时候更明显 刚开始减糖的时候 甚至常常 我觉得很多人跟我有一样的经验 一开始特别容易 晚上会睡 还反而会睡不着 这精神太好 不是啊那你 那你所谓一开始减糖啊 你一开始减糖你是改变了什么 你是减了什么 我一开始像我过去啊 跟大家一样都可能一餐吃 至少要半碗到一碗饭 那我减糖一开始是 我觉得有点像是操作不正确 我刚开始真的跟大家一样 以为是都不要吃电 所以我是几乎只有吃蛋白质 吃蔬菜 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子 那不就会变生酮了吗 那不就变生酮 但生酮好像要有脂量要达到一定的标准才算 好像他有一些 我记得他的原理是你要吃到一定的量 他才能够达到生酮状态 那我那也不算生酮 因为我就是纯粹只是吃多一点蔬菜跟蛋白质而已 然后把米饭减少 对 可是后来发现其实淀粉好像也不能是完全去除掉的 所以意思就是 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一开始也是跟我们一样直觉的减 后来那后来你现在觉得比较好的方法是你刚刚讲的 例如说也许淀粉类用比较低GI值的像糙米比白米好 所以你还是会摄取淀粉是吗 对对还是会 那我后来就觉得说那不可能常年累月都不吃这些东西 之后我就是可能换成地瓜南瓜 然后或者是面包选择那种就是不加精致糖的 所以像你说的这个南瓜地瓜 如果我很简单的问一下 如果说我午餐我配些这种有饱足感像南瓜地瓜 我就可以少吃饭这样是有帮助的是吗 对对对是这样子没错 OKOK那是因为南瓜地瓜这些东西生糖比较指数比较低 是可以这样说吗 应该是可以这样子说 因为我自己之前有问过营养师 因为我们写书的过程都有请营养师监制 他是说提到说确实是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去看待 再来就是吃的顺序也要注意一下 虽然他是比起白米饭来讲 他可能生糖指数不会那么高 但是他还是比起蔬菜跟蛋白质高 那他们就会建议说你还是把它放在最后面再来吃会比较好 OK那但是大家对于你知道女生对于肉类都还是怕怕的 所以我如果这样子减少掉比方说淀粉啊这一些东西 我觉得大家还是会有一种迷思说 那我会不会无形中肉吃更多这样没关系吗 还是其实肉也不能增加只是淀粉类要减少 所以我们要挨饿 不会蛋白质是要吃够足够的份量一定要吃到 但是他不能够用 我们不能够用太多的蛋白质去替补掉那个淀粉的部分 所以反而会比较建议大家是蔬菜吃多一点 啊好现在完美解决了 其实做不到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克服内心的魔障 所以这里我要问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啊 你刚刚提到的减糖 对很多人来讲啊 最最饿的明明想要减糖 可是一直没有办法减的东西 就是面包跟点心 你是减糖专家 你又是面包点心专家呢 那难道你不吃面包跟点心 我们追随你 就是像你爱做手工面包啊 那怎么办 我的话我自己长期都有在吃 但我会放在白天吃 就是早餐啊或是午餐 有吃到这一类的面包或点粉这一类的食物 那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吃啊 大家不用太担心 量不要吃太多就好 那你会控制你的量对不对 我会我会 你不会说像我们饭照样吃 然后面包点心照样吃 其实你会 我听起来你会加起来 就是估算一下 你可以吃的重量 会大概算一下 因为我以前刚开始在研究这些的时候 会了解每个食材 它的糖分大概是 它的分量跟它的糖分的数值是在多少 所以拿捏了以后 就会知道说怎么去 做出那个点心啊 面包它是你刚好可以一餐吃的分量这样 OK好 这是很好的概念 那这样大家就不用觉得那么痛苦 你人生就跟面包无缘 对不对 很多人是非常喜爱这个 那你也提到在书中 有提到说 无砂糖的面包跟点心的一些做法 那无砂糖是就没有甜味吗 还是你用什么来取代 对 我没有砂糖的话可以用很多代糖 或者是怎么讲 它是零热量的天然代糖去取代 或者是用像东南亚地区 比较常用到的那种椰子花蜜糖 DGI值的椰糖 这容易买到吗 现在烘焙材料好像都买得到 是 我觉得现在是豪买很多 像早期刚开始有减糖这个概念的时候 大家就会觉得说好难买 什么罗汉果糖 赤藻糖醇 你讲的这些坦白讲我都没听过 真的椰糖我也是今天第一次听到 对因为我自己想要就是 用这些糖来替代砂糖 或者是果糖这些 所以我一开始花很多时间在研究 那这些我都是一直买回来 用到上手了以后 后来就是把它经验分享在书里面给大家 是这点我们就非常的感谢 因为我可以想象你应该经过很多的 你要用很多的材料 然后怎么样去找出最后这个working 这个让大家觉得仍然好吃 但又无负担的配方 这个就让真的读者们是非常幸运的 你知道家里如果做出来不好吃的东西 是要逼家人吃掉的时候 那种心情 好那这个真的很感谢大家 如果能够看到这本书 其实我现在也尝试着几个配方 so far虽然我记忆不好 但是好像还不错 大家可以看看 我这边想到一个 就是刚才说无砂糖的这种面包跟点心 我知道那塔加其实有小朋友 对不对 那很多 我跟你讲很多的妈妈们的想法 就是说 没办法啦 因为没有加上糖 小朋友就不喜欢啦 我就是为了小朋友才跟着乱吃 所以你这些健康的手工面包跟点心 仍然是受到小朋友欢迎的吗 对 我自己本身不喜欢那个食物做完了以后 变成跟原本我们常吃到的差很多 那我就觉得这样太痛苦了 对 因为那就变什么健康版甜甜圈 健康版的 可是你吃完会觉得它根本就不是甜甜圈 对 所以你测试出来的配方 就是 就它还是 它还是像 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讲 就是说它还是会带给我们那个 那个点心本来应该带来的满足感 是不是 应该说分享出来的食谱 几乎全部都是这样 就是让大家吃完以后 你觉得 它还是跟原本的食物 没有什么差异性的 这真是太好了 你知道我觉得这一句非常重要 我们 坦白讲像我的工作 我常常都会收到各式各样的健康食谱 我有时候介绍的时候 以前啦 以前反正有健康的我们就介绍 听众朋友就给我偷偷写信 阿慧你自己有吃过吗 阿慧你有照这样做起来吃过吗 所以我觉得问的纳塔这个非常的重要 大家有信心好好的尝试 那接下来我们来问到饮品的调制 你家如果真的能够布置起来 然后让你有这个舒适的愉悦的美感 再来你坐在那里要喝什么 那这个书中不论是咖啡啊 植物奶啊 甚至绿拿铁 都有介绍大家怎么去制作 让它有更多的选择更好喝 因为如果你家像咖啡馆 或是像纳塔这边这样 我们当然会常常坐在那里啊 可是像我一天 我是有控制自己咖啡因的社区 所以我就不能每次坐在那里 都要一杯咖啡 那这时候要喝什么 也是很大的学问啊 来请你分享一下 通常在制作 这是我们同事非常想知道 我想他一定是喜欢绿拿铁 他问你说 制作绿拿铁的时候 如何不那么无聊啦 绿拿铁我觉得一般人听到 都会想说 他那里面好像有蔬菜还是什么 就会他听了觉得很像精力汤 他就很害怕 他不是吗 他不是精力汤吗 他精力汤好像食材又在更多了 但绿拿铁算是比较简约一点 他只要有蔬菜水果坚果啊 或者是一点点油脂 就可以做出来这样子 有点像是蔬果汁啊 我觉得 你讲一两款你的创意搭配好不好 据说你有给大家一些建议哦 像我们家长辈都听到绿拿铁就倒谈哦 我妈就会讲一句话说 那太冷啦 就是过寒 你知道有时候以前很多精力汤就打各式各样的蔬菜 我真的强迫家人喝过哦 有的热菜有的会痛啊 就是真的过寒 所以你也有强调这一点说怎么样创意搭配可以让绿拿铁的味道不会太苦涩 或是我们一般讲的说只有寒性的东西可以分享一两款吗 绿拿铁啊就是一般我之前有研究那个陈月鑫老师他书里面的嘛 他的传统的绿拿铁通常都是水果的量还蛮高的 那喝起来你其实不会觉得他很深色很不好入口 因为他蔬菜少水果很多 所以喝起来还是酸酸甜甜很好喝这样 但我减糖来讲的话因为水果毕竟果糖还是蛮高的 要喝但是要摄取要喝但是他的量真的要控制 不能够太大的量 所以我自己是蛮建议大家就是水果既然不能太大量 那就是选容易可以让这个蔬菜喝起来不深色的水果 像是苹果啊凤梨啊这些很明显你喝起来就是觉得它很香甜 你就用少分量去跟蔬菜混合了以后 喝起来就不会说是那么的难入口这样 OK 那蔬菜的种类有没有什么考量 蔬菜的话 分量我觉得像 大家只要选择深绿色的蔬菜 比如说青江菜啊 或者是像鱼衣甘蓝 还有或者是生菜 像一般我们比较容易取得的一些生菜 都可以的 OK 对 然后我们其实说绿拿铁这些蔬菜其实都是要生食对不对 对但有些人就是怕太冷 他就会变成说或者他怕农药怕有虫卵等等 所以可以稍微用那个滚水烫个十几秒 就把它取出来放凉 所以酱也是可以的 对或是酱医师刚刚有听到说那个会太寒这件事情 我觉得可以加一点点的姜或是少许一点点的胡椒就好 它就可以不会是那么寒的 加胡椒的我有喝到过 我有喝到过 胡椒不能爆太多 对对对对 其实在欧洲啊 如果去那种果汁店啊 他们很多的饮料都有加胡椒耶 就是 对我刚到欧洲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在那边念书的时候 就是坦白讲英文也不是很好 就黑白乱点 我想说这什么东西哦 不是点综合果汁吗 可是真的他们蛮常用到 哦那难道是也有这种概念吗 对像之前在 对之前在介绍像 就是有一些农庄小农庄 欧洲小农庄的手工果酱 你真的会傻眼 它的果酱吃起来都不是甜 它就是各式各样的香料 他们就是我们在吃草莓果酱什么 它的果酱里面有各式各样什么茴香什么 那胡椒更是非常基础 胡椒跟水果大概 胡椒柑橘 胡椒什么桃什么 就非常非常多 我是还没有那个勇气去尝试 因为我女儿说你不要买那个东西 买来就整罐都是你自己负责 基于减糖我也尽量都不是那种果酱 可是真的你刚刚讲到这是一个很好的灵感 那这里给婆婆妈妈们一个很好的开端 你可以如果你对绿拿铁是聚之千里之外 你可以试试看是不是这样子稍微烫一下 会让你心里面觉得好一点 或是加一些这个像刚刚说到的胡椒或是姜 这样子的东西 其实这还是非常健康的 好那更多的就是实际上的细节 反正我们现在念配方大家也记不起来 最实际的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他帮大家整理好 在书里面有很多的概念 然后也有你非常实用的食谱跟小技巧 最后其实我们也很好奇 现在如今在你一手打造的这样棒的空间生活 你觉得家人之间的互动啊 或是是不是会有什么样的时刻 让你觉得哇改造成这样真的非常的值得 例如说小孩啦家人 你们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互动气息吗 我现在的餐厅的空间跟厨房空间都比以前更大嘛 那这样子小朋友他们就是像在比较长的桌子上面 他就可以除了我们只是用餐之外 他们也能够在这上面写功课啊 或者是说把很多玩具或他们要做的作业 没了都放在这个桌子上面去做 那也不会去影响到我可能上餐 因为他可能在另外一边做这件事情 不影响我放食物等等的 那我觉得跟以前来讲是蛮大的改变啦 因为现在就是把这些公共的空间的区域增加了 那厨房的部分小孩子也可以进来一起做菜 那我就觉得说这样子在互动性上真的是比较好很多 哇听起来好让人羡慕 所以那个桌子要很大嘛 所以小孩子在一端做他的事情 你还有足够的地方可以上餐 对是比以前长啊 以前可能是四人做 那现在可能就是我现在这应该算六到八人做吧 那有到一百八十公分吧长度 对对没错 哇你好清楚 不是因为要到这样子的我想象 我小孩也是会在餐桌上搞一些东西啊 所以我在想象他 他如果你要真的小孩在一边另外一边 你还能放的话 其实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说 那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们 其实是挪用了本来一个房间来增加这些 所以大家不要幻想说 人家为什么家都可以买那么大 有时候是你重视什么 然后你把重点放在什么身上 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 好今天非常感谢那他来跟我们分享 就是我们两个很愉快的聊了一些这个女人家的细节 希望听众朋友们也喜欢有更多的你的 你家的秘诀要跟我们分享 可以来我们的YouTube或Podcast上面来留言 那有需要的话 我们可以再为大家请到 不管是美食的专家 或者是设计方面的品味家来跟大家回答 祝福大家 谢谢那他拜拜 谢谢拜拜